新型冠状病毒在美确诊人数逐渐增加 上周日晚间 纽约市也确诊了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 这让本就被疫情阴云笼罩下的民众感到愈发恐慌 许多华人微信群里也都在讨论着 学校是否应该停课 民众是否应在家办公自我隔离 家住黄浩区森林小秋的马女士表示 自己的孩子今年即将要上日脱班 但由于担心疫情扩散 准备让孩子推迟半年入学 那小孩子在这种情况下 戴口罩他经常往调抓 在daycare也会吃东西 那因为他的手会地上啊桌子上乱摸 然后有的时候吃东西还用手 而不是用叉子或者勺子 所以这个这么多小孩子聚集在一起 可能就会交叉感染的概率比较多 如果是说真的有这种全球性的大流行 然后疫苗又在至少一年以上 才能研发出来的话 那现在二月的话可能会考虑 把小孩推迟半年 甚至更长时间送daycare 森林小秋居民藏东会表示 家长现在要做的应是教育孩子 注意个人卫生 一旦疫情爆发 光停课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应像中国一样 让民众在家自我隔离 就是要减少外出的话 都减少外出 要减少接触都减少接触 很多的话 光是从学校这里 是没什么用的 家长还要上班 他也要做公交做地铁 你如果从这个上面带回来的话 你不就传染了吗 长岛Jericho居民藤律师表示 目前学校没必要立刻全面停课 但学校学区以及政府 应提前做好准备 着手建立网课平台 或开设相应软件权限 以便应对大规模 长时间停课的可能 那对于这些未成年的孩子来讲 他们的学业 像我的女儿 她已经十年级了 所以孩子们在学业上 特别是高中生 他们其实是很紧张的 那如果关闭学校 关的时间太久 然后学校又没有对此做出 任何的紧急的措施 比方说 如果是不是准备好了 开网校啊 能不能通过其他的方式 比方说开这个会议 电话会议等等 现在技术上可以达到的这些 那我只是说 在未停课之前 学校真的是要做充足的 这方面的准备 包括给学生们进行心理上的这种准备 普及他们对接受 未来有可能会出现的疫情 或者甚至灾难性的这种场面的 这种心理上的这个辅导 能够在物质上做充足的准备 那具体来讲呢 我作为家长来讲 我希望学校能够提供给我 比方说每天学校能不能 每天给我们一个更新的电邮 第二呢 就是会不会在学校入口处 有专人使用这个 体温剂来给孩子们测量体温 是不是增加了 这个含有酒精的消毒液 面筋纸在教室里没有放足够多 如果有些孩子打喷嚏或咳嗽的话 是怎么样的处理方式 长岛大井居民李先生表示 上个月孩子就读的中文学校 曾因疫情原因停课过一段时间 在此期间 校方使用相关软件 Zoom进行线上教学 李先生表示 通过孩子的反馈 他认为网络上课效果 与在教室相差不大 其实有些中文学校 那些已经还听过一阵子了 试过用Zoom来教学 我觉得效果还不错 那个Zoom本身的功能 还比较多的 如果老师熟悉的话 就是说那个效果 跟平时去上 可能不会差到哪里 老师校里呢 就是说 如果他没有专业的软件 专门的软件 至少熟悉一下 这些通用的软件 如果即使 不是所有的孩子 都能在这家学习 就是说 学校只是提供 这一个选择的话 一个option的话呢 那至少 就是说 比如说 有一半学校 学生在家里 一半学生还去学校的话 至少这个 学校的密度 会降低很多 那样 那这个可能 这个选择可能更好 就是说 有的 毕竟有的家长 担心一些 有的家长 可能 更加放心一些 这样呢 从客观家族来说呢 也把那个 传播途径 减少很多 家住 长岛大井的李小说 在听说 纽约的首例确诊后 他今天 已经给 正在上幼儿园的 小女儿 办了停学 但大儿子 还在继续上学 他认为 校方应做好 疾病预防方面的 教育工作 向学生 强调疾病预防常识 同时也要做好 开网课的准备 CDC那边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风险还是比较小的 当然这个风险 至于风险 大风险 小 那他们也只是 作为一个参考条件了 咱们也不能完全 相信他的这个数据 但是我觉得 我自己感觉的话 现在确实还没有到 需要停课的 那个必要性 还没有那么大 但是我觉得 学校里可以 做一些工作 那因为我今天 小孩放学的时候 我就问他 那个学校里 有没有给你们做一些 个人卫生的科普啊 问他 你班里 有没有放一些 消毒的那个用品 老师 有没有教你们 怎么去洗手 怎么去保护 个人卫生 有没有做过 这方面的那个讲解 然后他都告诉我 没有 所以我今天就挺担心的 然后我想 怎么跟学校里 反映一下这件事情 他们学校里 学区里是写了一封信 也说的头头是道的 但是我感觉他们 好像还没有落到实处吧 就是这个麽 我感觉你 Rocco 他在吗 不是 我感觉她 我希望你 不 HAVE 我们